我剛才啊 把我們中國的歷史表拿出來稍微看一下 不然有時候還是會有一點小失誤啦 對不對 比方說那個像李敖啊 不是跳蜜羅漿而自殺死的 對不對 他不知道怎麼死 你明然都自殺死 有可能是怎麼樣 誰知道怎麼死 反正一定會死 人都會死 最早是什麼 最早 我們的歷史最早有一個皇帝對不對 然後皇帝有個老婆是 搞那個什麼織布的 皇帝的太太織布的 然後那時候還有叫做神話時代 還有女娲 女娲補天 然後剛才提到那個周朝啊 周千子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故事 那是風神堡的故事 風神堡的故事 江子牙嘛 周文王 夏商周 我們從頭 最古像拉到現在 我們來講看看 看我們講多少 皇帝 那是傳說時代 皇帝還有個盤古 對盤古開天辟地 再來是女娲補天 這是神話時代 武帝對不對 然後 周 夏商周 風神堡是周天子嘛 周文王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 開始有一個那個叫什麼 善讓政治 善讓政治 善讓政治是 那是最早最早的 就是啊 他的 他的那個 一個國軍的一個 一個位子 不是說爸爸傳給兒子 什麼 金正日 是啊 傳給金日成啊 金日成傳給金正恩啊 對不對 他們都還是這種世襲制 所以你看 北海是跟我們差差很多啦 他們還在世襲制 那中國是怎麼樣啊 中國你毛澤東兒子啊 你要去 派到前線去打仗的嘛 對不對 鄧小平兒子你要去挖 挖水溝的嘛 那習近平小時候做什麼 習近平在 做那個水管工程啊 做七年對不對 要什麼 你就算你一個 位高權重的啊 你要去 跟最底層最底層的老百姓在一起 對不對 不是世襲的 沒有在世襲的 所以跟北韓是差很多很多 夏商周 對不對 那時候有一個善讓政治是什麼 大禹嘛 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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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想不是那個大禹 大禹治水那個大禹 搖順與湯 搖傳給順 對不對 都是因為什麼 好像孝順對不對 很孝順 搖 他知道有一個很孝順的人叫順 傳給順 然後順 也沒有傳給他兒子啊 順 知道有一個人很會治水 對不對 傳給雨 大禹治水對不對 還有什麼三過家門而不入 不要講太細了 講太細講不完 大禹 大怪講一下 夏商周 周朝 叫什麼 商湯 商湯 商朝 英商 商朝 商湯 這都是好的 好的皇帝 然後商朝有一個叫什麼 商咒 這時候 封神榜就來 對我們要把正史跟那個很有趣的一些故事連在一起 這樣才有趣嘛 對不對 就是要把正史跟有趣的故事連在一起 跟那個野史喔 跟那個小說連在一起 商咒嘛 咒完還有什麼達基 對不對 什麼他老婆是什麼狐利便的 九個尾巴 對不對 封神榜啊 就是要殺這個咒王的 所以封神榜是 最早最早 那是最早的 那時候是很早的 這個周天子之後啊 周朝之後啊 才開始進入春秋戰國 那時候才開始進入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就不講啊 講太多了 對不對 春秋戰國不講 喔 先稍微講一下 春秋戰國是孔子那時候 孔孟時候 對不對 孔孟時候是春秋戰國 孔孟老莊先秦 先秦諸子百家 這時候進來了 孔孟老莊這時候進來了 那是在三國之前的齁 所以啊 三國那時候 關公手上拿一本書 有沒有 他一手拿關刀 一手拿著書啊 不是拿手機喔 一手拿關刀 一手拿手機 不是一手拿著書 那書是什麼 春秋啊 關公是看春秋嘛 對不對 春秋是什麼 就是啊 三國之前的朝代 一些事情 他知道 之前的一些 一些歷史啊 一些 一些 這個 反正關公是看春秋的 他手上拿的那本是春秋 反正看那個書 絕對是好的嘛 是春秋嗎 他要學習一些古人的中藝之道嘛 三國之前是 秦朝嘛 對不對 先秦先秦 春秋 戰國 然後秦朝是什麼 秦始皇統一六國嘛 對不對 我們昨天不是講那個 戰國七雄 秦楚其焉韓趙衛 有一個秦國嘛 他把其他六國給 都給統一了嘛 秦始皇 最後又分了三國出來 秦朝的時候 最後又分了三國 三國 你看我們從哪裡 從哪裡進來了 現在進哪裡 從 盤古開天 對不對 然後到封神榜 下山州 然後接下來一個什麼 山上正治 遙 傳給順 順傳給玉 山上正治 你一定要把那個神話 跟正史結合在一起喔 我們的歷史讀起來就很有趣 盤古開天女娲 皇帝 然後姚順雨 三上正治 然後呢 風神榜 周天子 商咒王 然後他有太太叫什麼 這個九尾狐利 達基 你現在把這個神話跟正史 揉在一起念 才有意思 對不對 然後來進入春秋戰國 對不對 春秋戰國什麼 孔孟老庄嘛 先秦 朱子百家 末子 對不對 戰國七雄 秦楚其焉 韓趙衛 對不對 因為打著亂七八糟 所以很多思想家嘛 要怎麼樣讓天下太平呢 對不對 然後戰國怎麼樣 秦國統一六國 對 然後最後呢 這個秦國啊 秦國末年 那個秦末的時候會分裂嘛 分裂之後 進入了三國 三國 三國演義這時候開始 對不對 三國 衛淑 三國 赤壁 赤壁之戰 那很細的我也不講 赤壁之戰 草船漸漸 然後呢 有一個很長的一個時期啊 這時候沒有什麼很有名的人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搞了多久 三百年多久 幾百年啦 七八百年 然後有一個地方啊 我們記一下 很好記 你大約大約記啊 這個秦始皇啊 秦國的 秦漢啊 秦始皇是一個漢朝嘛 就是漢高祖的劉邦嘛 漢高祖劉邦 哦對 楚漢相聲 對不對 漢高祖劉邦在這邊 在三國之前 漢高祖劉邦 在三國之前 剛剛漏掉了 秦國過來啊 是 漢高祖劉邦 劉邦 劉邦是誰 黎明眼的 香港人黎明眼的 那個 鴻門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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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細了 我又不想 鴻門宴就是 一個宴席 你來我就都把你殺死了 鴻門宴 鴻門宴 鴻門宴是個陷阱 鴻門宴 好 好 抓出來了 劉邦 再順一次 從這個 黃帝 盤古開天 黃帝的太太是 支部的 然後到姚順宇 然後到那個 封神榜 周天子 商壽王 然後到這個 春秋戰國孔國老莊 戰國七雄 秦楚其言 橫哨會 什麼齊宣王啊 楚懷王啊 一大堆的 然後呢 秦國 秦朝統一六國 最後呢 進到這個 楚漢鄉鎮 楚漢我們下象棋 不是那個楚和漢界有沒有 是在那時候來的嘛 楚漢鄉鎮就是什麼 就是劉邦跟項羽嘛 西楚霸王項羽嘛 跟劉邦嘛 漢高祖劉邦嘛 楚和漢界嘛 下象棋 就是中間那個 就叫楚和漢界嘛 就是在這邊 然後呢 才是三國 聽到這邊 哦 原來 這太有意思了 然後這是三國 三國是什麼 我們智琳姐姐嘛 也那個 這個 這個小橋 還有什麼 金城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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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 孔明珠的料 再來啊 再來 有一段時間啊 就比較沒有什麼 什麼什麼大的故事了 有沒有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 沒有什麼很屌的故事 七八百年齁 然後呢 進來一個什麼 隋唐啊 隋唐有一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哇 史上一個最爛最爛的皇帝 叫什麼 隋陽帝 隋陽帝 隋陽帝是最爛的皇帝 太有名了 隋唐 隋朝還有一個 他蓋個運河 開通五大運河 就中國很喜歡搞交通嘛 現在也是搞青藏鐵路嘛 那時候隋朝有個五大運河 運河是什麼 就是活生生的這裡沒有河 他要挖出一條河 你看這不是吃飽了 沒事幹 吃飽了沒事幹 是好話 不要再就這群次 還真變 隋朝 開運河啊 隋陽帝 隋陽帝也是個 這個 很有名的一個惡軍 隋陽帝 你去查那個隋陽帝 你就知道 太有名了 然後唐 唐朝就很棒啦 唐朝是大唐盛世吧 不用講了 還有什麼唐師三百首 對不對 還有一個 現在有樂團叫唐朝嘛 唐朝是中國皇帝 最盛的時候唐朝 我們是什麼 這個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國 哪四大文明古國 中國 埃及 巴比倫跟印度 現在是哪個 巴比倫跟印度 都已經 巴比倫跟埃及都已經沒了嘛 像印度啦 跟中國 對不對 四大文明古國 可能現在真正啊 進到聯合國武昌 那是什麼 有我們嘛 印度也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繼續研究 好 第一段 好嗎 好嗎 好嗎